通貨膨脹全球缺供缺料的影響之下 台湾房价是一路飆涨 可以说是高不可攀 新竹县议员郑美琴就指出了 竹北市的新屋每瓶开价将近六字头 这年轻人根本买不起 要求县府盘点国有财产署的土地 加快新建社会主宅 全球营建成本增加下 房价节节升高 县议员郑美琴就指出 在竹北市新屋每瓶近六字头 继承劳工生活收支近乎打平要如何买房 要求盘点所有国有财产署土地提出措施 加乐福那边闲置了那块这么大的一个地 虽然这是竹北的一个地标 但是我们现场也有说要做停车场 我也建议是说能够多元化 底下是停车场或上楼市停车场 其实在活化土地的情况之下 善尽其用者能够设计更多元的一个 让我们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好朋友 能够买得起我们这个国宅 提议将闲置空间活化 让青年买屋租屋更轻松 对此县府回应社会住宅政策 配合内政部推动2000户社会住宅 目前竹东镇仁爱段的基地 正办理掀起的规划 湖口乡的北湖段基地也办理工程招标 竹北社两处基地启动都市变更计划 另有租金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等方案 民众都可以善加利用 而正美琴也关心营养午餐 因为原物料成本上涨是否有增加预算 教育局回应今年度补助国小美人40元 国中美人43元 而今年5月起采用三张EQ食材 中央更奖励餐费增加至10元 空闲的土地能够来充分的活化利用 那也提出来 我想我们这个案子是已经在 我们的都市计划的这个审议当中 那我想有任何意见 我们也会来提供给这些委员来做参考 物价上涨 希望我们县府可以着语增加这个 营养午餐的费用 我想这个我们是很高兴 一方面中央也宣布了增加4块钱 那我们会把这个经费 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面对疫情严峻时刻 看见各局处横向联系 手助防线给予肯定 也关心重造住宿机构的发展 国际艺文表演的引进 为老中亲幼的照顾住宅和健康 一一发声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